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往豆角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瞬间变成了一道美食 跟我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疗程的豆角 家里的豆角吃不完的 千万不要扔了 学会这个做法 上桌瞬间就被抢光 豆角中加入一勺食盐和一勺小苏打 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角表面的农药残留 还能保持脆弱 加入清水浸泡个五分钟 然后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切成小段 装到碗中备用 小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点料酒去腥 再加入一勺食盐 给鸡蛋入个底味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碗中放入一勺小米辣 一勺蒜末 黑芝麻 用热油激发出它的香气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蚝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把鸡蛋液倒入豆角中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把豆角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五成油温 下入豆角 中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金黄 给它捞出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搅拌均匀 豆角像我这么做 真的太好吃了 下酒又下饭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下酒之前